上回講到 什麼叫余札? 札 即是古人用來寫字的小木板 就像我們現在寫信的信箭一樣 余札 即是皇帝用來書寫命令 專用的信箭 有如聖旨一樣 拿著這三宮余札 就可以代表皇上行使生殺大權 不論任何官員 不論你官職大小 包公都可以即時處置 這個皇帝呢 也算他有眼光 給包公這麼大權 現在不講包公 只講一個公宣賊 他開封虎末等候包公上朝 提心吊膽周身 好像被毅咬一樣 他本來想回房執拾行李 又怕謠言或眾 只要強作鎮定 在大堂處度來度去 忽然聽到一片呼喊之聲 以為大事不好 只見包卿進來報 皇祥家封老爺做龍途各大學士 派老爺到陳州茶樹鎮災款學 現在外面眾人來報喜 老爺派我回來告訴孫生 叫孫生把那幫人打發走 不可以吵吵 共宣殺聽聞 心中放一塊大石 告告永平 拿了些銀兩出去 打發那幫負氣之人走 過了一陣 包公回來了 立即就叫公村賊入書房 對公村賊說 正常似我魚窄三島 請先生跟我仔細參詳一下 怎麼用好呢 先生 且千萬要小心啊 不要姑姑皇上恩德 說完包公就回回入內府 啊 包公一番說話 將公村賊打到個盤棍 他回入自己的房間 走來走去白屍不得其解 御宅是代表天子行令的信物 非同小可時關重大的嘛 你怎麼用呢 就算你包公自己用啊 也要再三想過才敢用啊 我不過是少少一個莫了 你是陰差大人啊 魚窄怎麼用 你反過來問我 公村賊想來想去 忽然間仿然大悟 哦 原來這個包公 妒忌我有才學 想不用我 又不好意思趕我走 又怕得罪了言方丈 故事特等本沒倒置 拿這件事出來難我 問我三道魚窄怎麼用 無非下族客令要我枝殘二驅走人的 好了 走就走起來了 哼 不過公村賊亦非是無能之悔 我亦搞人家包公 又沒這樣的膽量 報一個公村賊 拿去筆 立刻就在紙上寫了半天 寫完就拿著去見包公 等完這回 包公一看完 必定當頭反列到時 你此一拱手走過禮 山崗了時 誰知包公看來看去看了一陣 立刻站起來 先生 你真是才華蓋世 難得的奇才 多謝 多謝先生指教 接著就吩咐包兄 一切按公村先生的指示 留夜辦妥 各位 公村賊寫了什麼給包公呢 哈 原來他拿三張紙 每張紙 畫著一把用來斬犯人用的大閘刀 還寫明 閘刀分上、中、下、三、品 即是分龍、虎、九、三等 龍閘刀 轉斬犯法的皇親國戚 五閘刀 轉斬朝中不發文武大臣 九閘刀 轉斬貪官污吏 皇帝三道愚紮 經公村賊的手 變成三把奉紙殺人的愚紮刀 愚紮的紮子 即是順紮的紮字 和殺人的紮刀的紮字 差不多 故此公村賊 由於將愚紮變成愚紮 紮刀的紮 本來他是想激一下包公 怎知適合包公心水 哈哈 這回反而難倒公村賊 哎呀 都是自己小器錯怪包公 包公是真心信我的 自我一時之氣 或者龍虎狗 三等大閘刀 現在真是要我做 那做了這三把大閘刀 不知皇上喜歡不喜歡 如果皇上看到發火 就發得了 哎呀 事到此 只要硬著頭皮 畫好尺寸 逐速故中工作 留夜趕工來整起 到第二一早 三把大閘刀做好了 雖然都是木造的 但是都包金包銅包銀 看來跟真一樣 包公就吩咐 用三個黃色的木箱裝雨 極確起行 入宮見架 包公 抬著三個黃色的木箱上朝見架 一上朝就啟咒 神作日蒙聖恩 賜與雜三道 神謹遵旨已造成適讓 不敢擅自使用 謹情聖上義鑑 講完呢 太監就把三個黃色的大木箱打開 每個木箱放著一把排雜刀 一把刀在刀頭上 相著黃金 挑著龍頭 一把就相著白銀 挑著老虎頭 一把就相著黃筒 挑著狗頭 這三把就是龍虎狗三品雜刀的樣式 雖然都是假的 只看上去閃閃生輝和真一樣 包公又啟咒 如有犯法 各按品級行善 皇帝心中明白 包公是借紮字 改做雜刀 是用來鎮壓外官之勇 皇帝十分讚賞 啊 這個包請 確是膽量過癮 而且財師敏捷 逆客就恩准 做三把真的龍虎狗大雜刀 何時做好 就何時起程去陳舟查案 不用再來啟咒了 包公謝恩以後 出朝上繳就回府了 甚至剛剛走到街市之上 只見有十名老百姓 跪如正在街中心要攔路折繳告狀 包公輕輕一趟腳 叫夫就停繳 包兄就把狀子接過來 交給包公 包公一看完 大喝一聲 狂鬧熱 跟著將狀子撕成粉碎 照著那幫告狀人 就劈過去混帳 你這幫不發雕民 在城內滋生是卑 人來 吩咐地方官員 讓他們趕出城外 講完包公就吩咐起轎 直返開宮古 我那幫告狀的百姓 各個都是白髮髒髒的鄉中腐虎 見到包公將狀子撕爛 還會把那幫人趕出城 各個就伏在地上 哭哭啼啼 唉 我們不辭勞苦來到京城 想求得伸冤雪恨 怎知這個號稱包青天的大老爺 原來又是勢利之人 真是文明不如見面 冠冠相偉 我們百姓無處伸冤 只有死路一朝是 是啊 當地的地堡和地方官員 就上前催促 喂 大老爺吩咐 嚇到你出城 就哭了 快走快走 那些俘虜和一地 就叫冤枉 別哭了 幾十歲人都不說的 冤枉冤枉 哪裏都有這麼多冤死鬼的 哭就可以了嗎 唉 冤枉死了 就找和尚打場債了 走 一群百姓公 只要跟著地堡出城 出城外面 地堡就渴了 喂 走啦 回家 如果再入城 監獄你坐下 拾完 副佬就垂頭喪氣翻車 走了一陣 突然一度快達飛奔而來 喂 各位副佬 你們去前面小樹林旁邊稍微等一等 跟著那個人飛快走去 那班白姓公就不知道這是什麼人來的 想著橫祖自己年紀這麼大 死就死了 身上又沒有財物 不幫他被人打劫的 十個人就搶去前面小樹林那裏 剛剛走到的 又見到剛剛騎馬那個人 四塊趕到來 原來此人不是變惡 靜止包公的親信包卿 包卿見到四下沒有人 就對他們說 我們開公府包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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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個難得愛民如子的父母官。 兩個年紀最大的父老,就源源跟著包卿, 一直到開封府門口。 包卿就叫他們在外面等一等, 進裏面報給包公知,然後出來, 靜靜把兩個父老運到後門帶進包公書房。 包公一查問清楚, 叫他們十個人在客棧住,千萬別走路空車, 等待待包公出發去陳州的人, 才帶他們回去。 兩個白衣公千多得萬多謝, 回到城市找齊一班人, 找一間客棧住下來等候音訊。 現在說回包公, 皇帝已經批准了他做三把御用的刑具, 包公又吩咐由公宣冊來監製, 要用最好的鋼來整刀, 要整得威嚴莊重, 風利結實。 包公又派王馬張趙四位勇士, 執掌刑具, 大哥王朝做拿刀, 奴以馬漢做綁人, 老三張龍老四趙虎, 一人一邊來厄街犯人受影。 共宣冊親力親為, 不分日夜在這督工製造, 還抽時間來教皇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個人, 操練怎麼行影。 過了幾天, 三把御閘做好了, 包公立即就上天子, 起程去陳舟, 包公現在是陰差大臣奉子出京, 當然是好群眾啊, 驚情大大小小官員, 都來開封府送行。 包公就請眾位官員在知府大堂去坐落, 坐了一陣, 裡面一聲呼嚇, 如襲精堂。 大小官員一起跪下迎接, 一見十二的兵丁, 裁著三個木架, 木架上面, 扣著一幅收著一條龍的黃色醜段。 王朝馬漢張龍趙虎, 四元大漢清一色穿黑色衣服, 同斗斗氣翁翁翁, 混在兩邊互衛。 那那班官員就不知這三件是什麼。 王朝一聲令下, 馬漢張龍趙虎三個就上前, 將黃色的醜段拉開, 嘩!三把大雜刀! 只見韓光閃閃冷氣逼人, 探觀忽利一見另一條頸, 就覺得浸浸涼雲拍都沒有了。 正人君子見到, 也覺得心寒膽戰。 行上忠人就議論紛紛, 有些就稱讚, 包共真是有膽有色, 千古難得的忠臣。 有些就覺得奇怪, 至古至今都未聽說過, 有減的凝句。 有些人厚無說出來, 心中暗暗奏罵包公, 弄這麼大把雜刀殺人, 太過苛刻了。 也有些暗中奏罵, 包公買個樣子出來, 般明鯛魚。 用九頭刀來斬蝦帽就行, 你不可以敢用龍頭刀來殺八官貴人嗎? 總之議論紛紛, 各有看法。 過得就是不起情時間到了, 包公就送各位官員離開宜門, 就回到後院。 包公就吩咐田中, 跟隨公宣賊同行, 又叫包兄去通知, 如有客棧的十位傅老跟著美麗。 開豐虎牙袋的官員, 各個都來送行, 一直送到十里長頂。 包公一路順功, 有人來到三星鎮的郊外。 忽然間, 聽到有人在大聲喊怨, 包公又在橋上看出去, 又不見到有人咯。 那陣子, 又聽到有人在大聲喊怨。 包兄就立即落馬, 順著聲音去找。 又在附近柳樹林旁見到一個女人跪在地上。 頭頂就擺了一張訟紙, 包兄拿著訟紙就回來交給包公, 包公就吩咐停轎, 仔細看完就吩咐大告狀人上來。 包公就問, 你這張情詞, 說你家中並沒有別人。 既然是這樣, 你這張情詞是誰寫的呢? 啟品大老爺, 這張情詞是小婦人寫的。 包公見到這個婦人, 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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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 小婦人父親與兄長, 都是讀書人, 丈夫亦是個壽才, 小婦人要略知文馬。 包公就吩咐隨從, 即刻拿紙拿筆拿墨來, 叫那個女人即刻寫那張。 只見那個婦人想都不用想, 內不有如龍飛鳳舞, 斬眼間就寫好了。 包公一看, 一連吹了幾下頭, 就對那婦人說, 你先回去, 等本國到三星鎮公館, 一定幫你審清這件案。 那婦人一尾也要叩咐多謝, 那麼包公, 喜情一直到三星鎮。 這個女人是什麼人? 她告什麼狀況呢? 這個婦人原來是姓文, 嫁給韓門為妻, 丈夫已經去世很久了, 只剩下一個兒子, 叫做韓歲龍。 韓歲龍今年剛剛十六歲。 韓文士帶著兒子, 孤兒寡婦, 住在白家堡的地方。 家境貧汗, 日子十分艱難, 全靠韓文士做針線, 賺幾文錢來過日。 這位韓文士說真是同, 總是想看兒子成彩, 每日教兒子讀書。 晚上兒子又在東邊的房間讀書, 母親又在西邊的房間做針線。 現在晚上, 韓歲龍在燈下讀書讀得很晚, 垂眼懵鬆地想睡覺。 突然看見有人走進母親的房間。 怕他上來就在門外大聲喊, 阿媽, 韓文士就問兒子什麼事了, 好像見到有人進了母親的房間。 韓文士到底是個女樓, 一聽就怕他上來, 以為有橙進了房間。 立刻點著油燈, 兩兒子就到處照。 韓歲龍照完床下, 床下底就對母親說, 阿媽, 看不到有人, 剛才怕我眼花看錯都不懂。 不過, 床下底好像有些浮土, 不知道下面有什麼呢? 兩兒子就搬開床, 挖開來看看, 啊, 真的挖到有二十兩百銀, 已經迷在這裏很久了, 吃水都變了。 那二十兩百銀呢, 就不是很多的。 至現在家境貧寒, 那也算是雪中送炭的。 韓歲龍的殺軍官起, 阿媽, 明天我拿些銀換米糧, 不用阿媽那麼辛苦了, 還可以拿些銀做件新衣服給阿媽, 欲知後師如何, 且待下回婚解了。 還有一回講到, 韓歲龍在燈下讀書讀個好夜, 睡眼懵鬆地想睡覺, 不然都知道幾天有人走入母親的房間, 怕他出來走在門外大聲, 但是, 阿媽, 韓文次就問兒子什麼事了, 好像見到有人入了阿媽的房間, 韓文次到底是個女樓, 一聽就怕他出來, 以為有產入了房間, 一聽就點著油燈, 兩人就倒雪妖, 韓歲龍也照完床下看, 這對母親說, 阿媽, 見到有人喔, 剛才怕我眼花看錯都不認, 不過, 床下看好像有些浮土, 不知道下面有什麼呢? 兩人就搬開床, 挖開來看看, 啊, 真的挖到有二十兩白銀, 已經迷了很久了, 吃水都變了, 那二十兩白銀呢, 就不是很多的, 至現在家境貧寒, 也算是雪中送炭的嘛, 韓歲龍的十分歡喜, 阿媽, 明天我拿些銀換米糧, 不用阿媽那麼辛苦了, 還可以拿些銀做件新衣服給阿媽, 誰知韓文士將兒子罵了餐, 讀書人十甘不味, 地下的東西, 由得他物歸原主, 不准你亂動, 韓歲龍就說, 阿媽, 自古以來, 掘土得金的事都不知道多少, 現在又不是偷回來的, 這間屋已經換過幾個人了, 這些銀都不知道藏了多久了, 又不是很多, 一定是上天不憐憫我們, 無此窮困故此周遭我們的。 母親聽到這麼說, 若覺得有些道理, 就吩咐兒子, 用泥先蓋回去, 不准動, 等明天那些三生祭禮, 來拜個神在座打算。 韓歲龍很孝順, 好聽母親說, 立刻把泥土蓋好, 把床搬回原柱, 半半起起就是睡覺了。 那些韓歲龍呢, 剛剛十六歲仔, 未見過西面的, 打算有二十兩銀, 不用媽媽那麼辛苦了, 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的。 她睡在床上, 整晚都睡不著, 還未到天亮, 就爬著身, 奔布母親, 媽媽, 我去買些祭禮, 出門外一看, 還是門天星斗, 慢慢走到隔壁街, 鄭四那間豬肉店裡, 看到裡面還著著燈火, 韓歲龍就快點上床敲門, 鄭老闆, 我想買個豬頭啊。 怎知忽然間, 燈火又關了, 等了一輪都沒人應, 韓歲龍就想著, 當然啊, 鄭四看不起我了, 怕我沒錢還不肯賣給我, 沒辦法啊, 只要轉身翻車, 怎知走幾步腳呢? 你看見鄭四開門, 喂喂, 誰來買豬肉啊? 鄭老闆是我啊, 我想負責一個豬頭, 過幾天就還錢給你了。 哦, 原來韓相公啊, 不用了, 咦, 你來買豬頭都沒帶東西來裝的, 哎呀, 是的, 我一時不記得了, 我回去拿了, 免得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借布給你包住了, 你拿回來給我, 你等一等啊, 韓歲龍在門口等啊, 等了好久, 贏死了, 用布包整包東西交給他, 韓歲龍就說, 老闆啊, 那過幾天我拿錢來還給你, 麻煩你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快點拿回家吧。 韓歲龍呢, 是個文藥師生來的, 捧著一包東西, 哇, 這麼長的啊, 走一陣子, 手都軟邁, 只要放下, 休息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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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遇到幾個巡姦的姦夫, 那些姦夫看見這個小孩, 微天光一個人出來, 就順口問了他, 喂, 小孩, 近夜去哪裡啊? 去買東西, 把家人一看, 咦? 這個小孩滿頭大汗, 手上捧著個布包, 鮮血淋離的嘛。 喂,喂, 小孩, 你拿著那個媽媽什麼來的? 天吼, 哈哈, 韓帥龍已經累到說話, 尚氣不接下氣了, 聽不清楚的說什麼, 究竟的姦夫呢, 就更加起疑心了, 急急接著韓帥龍, 要打開個包袱來看看, 哎呀, 什麼豬頭啊, 血淋淋頭髮同鬆一個女子的人頭。 韓帥龍一見, 嚇到哭了出來, 幾個姦夫七手八腳, 就綁著韓帥龍咯。 一見過, 就押上衙門, 報給遠官聽, 大老爺一聽, 人命大安, 立刻就升堂審案。 韓帥龍一嚇到整身打冷陣, 不懂得說話。 遠官見到他樣子這麼可憐, 年紀又小, 就好聲好氣來的審問。 韓帥龍呢, 就說, 說是幫鄭社的豬肉當買豬頭, 沒有帶竹籃來裝, 鄭社用布包著那包東西出來, 自己又沒有打開來看, 後來就撞見秦姦的人, 才知道原來裡面是人頭。 遠官就立刻派人的拉鄭師來, 可憐豬老鄭四, 一口就咬定, 今早早根本沒有開檔, 也沒有賣過豬頭。 韓帥龍的事他一概不知, 可憐這個年幼書生, 怎麼頂著這個狠心的鄭四呀, 被鄭四拼得啞口無言。 幸好遠官大人還是個明白人, 見到韓帥龍不似個殺人兇犯, 所以然也沒有軍婦落營, 只是將他和湯豬老鄭四, 授押監倉,等查清再作處置。 那韓帥龍坐牢, 他母親韓民事呼舊無門, 又攔怒申冤,向包公告葬。 向包公來到三清鎮, 這回是陰差大人出巡, 袁太爺做事在公後, 請包公住入公館。 包公稍微休息一會兒, 喝一口茶, 請袁太爺來, 問及韓帥龍的案件。 袁太爺將初審的事報上, 包公吩咐把犯人帶來公館開審。 一會兒, 犯人韓帥龍帶到, 韓帥龍又將他鄭四, 買豬頭的事講出來, 包公便問, 你買豬頭, 遇到巡羹的人, 是什麽時候? 大老爺那時還未天光, 嗯? 還未天光? 你怎麽早要買豬頭呢? 韓帥龍就照著床底, 挖動銀兩時日, 五一十, 講出來, 講完就放聲大哭。 包公心想, 這個少年生得微青木獸, 身體瘡弱, 看他養守無國雞之力, 怎麽會行兇殺人呢? 包公就吩咐, 先將他帶回監倉收衙, 就對遠太野講, 跪遠即刻派人去韓帥龍家, 將他床底的泥滑開, 來搜查清楚。 遠觀領命, 立即帶領牙翼出去。 包公又提過湯豬佬鄭四上堂, 鄭四的口供和上次一樣, 日口咬定, 什麽都不知。 包公見了這個鄭四口齒伶俐, 心想,這個人也不是那麽容易對付的。 包公也沒有再問, 只是吩咐將他回額監倉。 包公審完案, 就回到後院休息。 無奈, 遠太野飛快泥布, 說在韓帥龍家搜查, 挖開床底的泥土, 果然記得有二十兩白銀, 已經變了顏色, 是藏了很久的了, 接著又在旁邊挖, 挖出一句毛頭屍首, 但是是一句男屍來的嘛。 包公就問, 那這句毛頭男屍, 是什麽利器殺傷的呢? 包公這樣問, 遠太野當堂疾了, 啊,啊,啊, 被夕見是毛頭死屍, 未曾仔細檢驗, 不知是什麽利器所傷的嘛。 啊, 那你既然去查驗, 為什麽不驗清楚呢? 遠官就一味認錯, 卑職操心, 卑職操心。 嗯, 好了, 你快快去查清。 遠官回到處, 黑玉飄一身冷汗, 哎呀, 這個陰差大人果然厲害, 以後凡事要小心謹慎啊。 遠官走了, 包公又吩咐, 即刻帶韓瑞隆上堂。 韓瑞隆, 你住那間屋, 是祖屋啊, 還是自己建的? 啟粉大老爺, 是租回來的。 噢, 你租了多久? 租了沒多久啊, 這間屋以前是什麽人住的? 這個小人不知啊。 包公也沒有再問了, 吩咐押回監倉聽後。 包公退堂以後, 心中十分煩惱。 一個女子人頭, 已經夠了難查了。 啊, 現在又多一句毛頭的男人屍首。 兩條人命案, 從何查處呢? 想來想去想不到的頭緒。 包公又找公孫賊來商議。 公孫賊又想出去暗中查房。 只包公想一想, 這些事可一不可在。 嗯, 等一等才算啊。 包公在書房裡度來度去, 越想越心煩。 那時候呢, 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個呢, 已經做了包公的侍衛, 兼做行刑刀手。 見到包公愁眉不展。 趙虎呢, 就對那三位兄弟說, 喂, 我們四個頭編開封府, 都未曾立過半點功勞。 現在包大人遇見為難之事, 我們理應為他分憂。 喂, 不如這樣啊, 等我去暗中查房, 幫他破案也好啊。 那三個聽到他這樣說, 喳喳聲, 笑起來上來, 哎呀, 老四啊老四, 好心你就自量一下啦。 人家公孫先生, 滿土文脈, 他扮醫生明查暗房, 就破了案, 你啊? 哈哈, 看看你啊。 盲字都不懂得說, 整個大老粗, 人家看你的樣子就怕三分有說話, 都不敢對你說啦。 喂, 老四, 這些是大案來的啊, 誰到我們這些粗人來插手啊? 你別在那裡自作主張啊, 到時燒大人的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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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個人就掩著肚子來笑, 笑到趙虎就不能下桌, 心又不服啊, 暗暗沉沉地回到自己的房, 嘻, 你看看我趙虎啊, 上一次啊, 在鐵仙冠, 我一眼就看出那個道士不是好人, 就全家我才抓到那個道士啊, 你看不起我, 我偏要做給你看看, 讓你知道我趙虎的本事, 哼, 看不起我, 趙虎有個筋班, 又是個年少好盛的人來的, 見到趙虎受氣就不抵得頸了, 四爺, 人爭口氣, 佛爭老鄉, 讓小人來幫你出個主意, 你, 你有什麼好主意啊? 四爺, 你就這樣出去呢, 就當然不行的啦, 那這樣啊, 你靜靜地離開公館, 在省外呢, 在一個偏僻的地方, 那我和你換個套衣服, 喬裝打扮, 那你出去查房, 人不知鬼不覺, 如果查到呢, 那就立了大功啦, 就批准他們幾個, 就算查不到啊, 這樣也沒有人知道的。 趙虎聽到這樣, 一拍大批, 好, 就這樣辦啦, 兩個就約好, 在省外北山下小樹林裡面等, 趙虎呢, 就吃飽餐先, 又喝了幾杯酒, 然後借意外出去, 就離開公館, 直奔省外的小樹林, 那個根班現在在等著, 這個根班真是幾鬼馬啊, 他拿了一套破破爛爛的衣服, 還拿了一條趕狗棍, 一個爛撥頭, 又拿了香爐灰來, 將趙虎的臉, 塗到鬼五馬六, 穿上一套爛衫, 拿著一條趕狗棍, 托著爛撥, 實行扮黑衣, 臨走, 他跟著說, 四爺啊, 初更時分呢, 我就拿回你這套衣服來, 在這裡等你啊, 到時你換衣服再回公館啊, 行了行了行了, 叫四爺扮黑衣, 離開三星鎮, 見路就走, 去到附近的村落, 就大聲在這裡喊, 誒, 好心啦, 獅子一口冷飯菜汁啊, 老爺, 奶奶, 還說好心啦, 獅子一口冷飯菜汁吃啊, 肚餓, 那些人一見他的樣子, 嘩, 身高九尺, 肥絲大隻手瓜起枕, 那把聲好像行雷, 那行路又飛那麼快, 什麼做黑衣做得那麼生猛都有啊, 又見到他的臉呢, 被那些香爐灰塗到鬼五馬六, 個個見到都怕啦, 誰敢施捨冷飯菜汁啊, 那個兆府呢, 當初呢, 還覺得很過癮啊, 扮黑衣沒扮過的嘛, 抹大喉嚨在那裡喊, 誰不知喊了半天都沒有人理睬, 咦, 那麼喊發來喊到沙聲都沒有用的嘛, 喊了那麼久, 肚子就有點肚餓了嘛, 一邊走一邊, 暗暗沉沉在那裡喊, 嘩, 那麼一個女人頭, 啊, 一句毛頭男人身, 哎喲, 怎能夾得起來呢, 嘿, 這支你死了, 去哪裏找一個女人身男人頭來呢, 誰知道, 被後面行人聽到, 這隻大隻, 嘩, 這個人發瘋啊, 這個瘋子來的, 去找女人身男人頭啊, 嘩, 那趙虎的樣子已經殺了幾多人害怕的嘛, 粗眉大眼, 一面殺氣的, 再加上說他發瘋的嘛, 更加得人怕啦, 走家裡喊, 瘋子來了, 瘋子來了, 走啊,走啊,走啊, 嘩, 整家人走都走不前, 還有那些橫皮的小朋友, 遠遠跟著尾一邊喊, 看傻佬啊, 來來來, 看傻佬啊, 搞到個趙虎就一套火, 屁又似你啊, 還說改裝出房啊, 一邊那些傻佬被人看了, 一歐, 就連那個瓦伯, 趕狗棍, 通通都丟了, 放開腳步走人, 走到出村啊, 哈哈, 已經日落西山啊, 眼看著天黑了, 走到前面一座村落, 突然看到人拍一閃, 有個人跳到一座圍牆裏面喊, 咦, 怎麼這麼早有人去偷東西呢, 讓我看看誰這麼大膽呢, 趙虎啊, 扮黑衣呢, 就扮得認真, 似十分外殼, 只要他登堂入室, 飛前走壁, 哎呀, 這些本事呀, 他厲害了, 他山大王出身的嘛, 啊, 趙虎幾步腳都走到圍牆裏面喊, 飛身一跳就跳上牆頭, 哎呀, 確實身手不凡, 你別看他神高神大, 成二百斤重啊, 現在好像一隻野貓那樣跳上牆場, 吶, 聲都沒有啊, 趙虎一牆上看下來, 看到牆下面堆著大堆柴草, 有個人伏在那裡, 趙虎一跳就跳下來, 剛剛騎著那個人, 那個人就抹開喉嚨呀, 趙虎一手就踏住他, 別出聲啦, 出聲我踏死你, 啊啊啊啊, 哎呀, 放手呀, 放手呀, 啊, 啊, 趙虎放手, 你說, 你偷了些什麼, 收在哪裏發光, 啊呀, 怎麼回事呢, 趁來拿了一包衣服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你做了多久這行啊? 大老爺,我叫做葉添, 大老爺,我家中有八十歲的老母親,無人奉約, 我沒有辦法才逼著第一次偷,大老爺,你開一陣,放過我一條命, 趙虎聽他這麼可憐,有點心軟, 剛剛想放他走,看到地上有一條白色的布條, 趙虎順手一吻,這裡泥土很鬆, 哈!一吻拉出幾尺牆, 越吻越長,欲之後是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上一回講到, 趙虎一唱唱魔樂器,看到牆下面 對著大堆柴草,有個人的薄在那裡, 趙虎一跳就跳下來,剛剛騎著那個人, 那個人就抹開喉嚨,趙虎一手就捏住他, 別出色了,他出色了,我捏死你, 啊!放手啊!放手啊! 捏死啊!捏死啊!趙虎啊! 趙虎,放手,你說,你偷了什麼, 收到哪裡去上班? 啊!大老爺,我是偷了些東西, 收到這裡,現在來拿的, 趙虎順手一摸, 趙虎拿了一包衣服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你做了多久呢? 大老爺,我叫做葉添, 大老爺,我家中有八十歲的老母親, 無人奉養,我沒有辦法才逼著第一次偷的, 大老爺,你開一陣,放過我一條命, 大老爺,趙虎看他這麼可憐,有些心願啊, 剛剛想放他走, 看到地上有一條白色的布條, 趙虎順手一摸, 這裡的泥土很鬆啊, 哈!一摸拉出幾尺牆來, 越摸越長, 原來是一條女人用的扎腳布, 趙虎就將泥土爬開,順手一摸, 哎呀,摸了一隻女人的腳出力一摸, 整句屍首扯到你一摸, 齁齁,原來是一句毛頭女屍, 好啊好啊,你這個家伙第一次偷東西, 還餵你養母親啊, 哈!你那些殺人!老實說, 我開功府包大人閣下示威召風, 你撞到我們還想走啊? 那葉天就嚇到幾乎雲泊都沒有了, 哎呀,大老爺,我偷東西, 我沒有殺人啊,我沒有殺人啊, 不跟你說多, 一會見大人應然, 趙虎就脫了葉天那條腰帶, 按著他手腳,又順手摸起一條紮腳步, 撕了一段,折著葉天的口, 啊,你老老實說,等下, 我一陣回來,如果你不老實說, 我會拖你啊! 趙虎一跳就跳出場外, 飛快就摘回三星陣, 去到小樹林旁邊, 那近班已經拿著一套衣服在那裡等著, 怎知道趙虎心急連衣服都不肯換啊, 飛跑著去,那近班就追著味, 星爺啊,星爺啊,換了一套衣服回去啊, 沒空啊,我不換啊,我不換啊! 一吵氣,就跑到上公館, 剛剛想進去, 突然幾個人撲出來攔截, 這樣就怪啊,趙虎是包公近身侍衛來的, 怎麼居然有人敢出來攔截呢? 現在不是在開封府啊, 現在包公是陰差大人, 來到院屬的三星陣, 住在公館裡,當地的院官, 見到大人撕來了,自然不敢怠慢啊, 就將院中牙翼部快派出來日夜戒嚴守衛, 嚇嚇嚇的大漢衣衫藍柳衝進來, 那當然出來攔截啊, 趙虎死牛脾氣啊, 說話不多, 說句左右開工兩下手勢, 就將上前攔截的人推到一旁一旁, 那些警衛剛剛想叫人來幫忙, 趙虎跟班已經趕到, 哎呀,別誤會啊,別誤會啊, 他是包大人的侍從趙虎, 趙四爺啊! 中人的惡演,都不知趙虎搞什麼鬼啊, 趙虎一直衝進後堂, 包卿剛剛在直班, 見到人衝進來就大聲哭, 誰? 是我啊,趙虎啊!有急事求見大人, 快點給我啊,等我! 包卿又拿起燈籠一照, 趙虎的臉呢, 本來就塗了那些香爐灰的嘛, 現在出汗出得多, 變成一匹一匹蝦, 真是叫你再畫一次都沒辦法畫得那麼好看啊! 他身上的衣服本來是破破爛爛的, 現在, 整邊衣袖都脫了, 那條褲呢, 爛得好像條裙一樣, 左腳就打大隻腳, 右腳就穿著一隻鞋, 抬著頭大氣, 包卿就忍不住就笑起來, 你不要笑著啦, 待會你才笑到夠了, 我有急事要見大人啊, 快點啦,快點啦! 包卿見到他這麼急, 馬上就進去稟布包公, 包公就傳召府進去, 一見到他這樣, 哈哈, 那個平日審慣犯人, 嚴肅黑板的包公, 忍不住就笑起來, 哈哈, 趙虎, 什麼事這麼急啊? 趙虎就將逐刀葉遷, 找了一個無頭女絲的事, 從頭到尾講出來, 包公就正為這件事, 煩腦睡都睡不著啦, 一聽到有頭髒, 心中歡喜, 立即派八個牙翼, 四個是壓葉, 四個看守屍體, 然後包公就誇獎趙虎一番, 嘘, 趙虎這回得戚啦, 哈哈, 你三個說我趙虎沒有用大腦操啊, 這回啊, 連包大人都賺我得力啊, 看你三個還有什麼話說, 趙虎回到公館, 立即拿十兩銀來打賞給他跟班, 那個跟班就寬天理地啦, 怎麼都猜不到, 啊, 自己出條這樣的死計, 撈到十兩賞銀嘛, 當然的, 趙虎呀, 山大王出身, 慣了用稱來分金, 鑽羅來分銀的啦, 十兩銀他哪看在眼內的啊, 到第二天, 在眉天光, 包公還在洗臉, 牙翼就回來報了, 昨晚發現了女私的地方, 原來就是湯豬佬鄭四的後院, 已經加快人將鄭四的家前後門都看守住, 包公聽到這麼說, 心中明白, 嗯, 好, 你們先回去看守住, 跟著包公就吩咐聲堂, 立即提鄭四來審問, 包公一拍京堂目, 屁, 你這個該死奴才, 你殺害人命, 還要嫁罪於人, 你說你不知道女人頭的事, 為何你家中後院, 迷藏著那毛頭女子屍首, 你從實招來, 兩邊齊星座位, 快講, 快講, 我鄭四, 見到老爺已經找到女子屍首, 上門也門不倒, 就只好一一招弓, 只因那晚五間天, 鄭四拿去刀出來湯豬, 忽然聽到有人敲門, 有個女子在外面叫救命, 鄭四就開門放了進來, 剛剛進來, 又聽到門外人聲吵集, 鄭四就快點關燈, 就聽到外面有人說, 喂, 找不到啊, 當然是問那邊走也不行, 就去那邊追, 去那邊追啦, 鄭四等到外面人靜以後, 才點燈一看, 進來的乃是個年幼女子, 鄭四問她為何半夜三更逃跑, 原來這個女子叫錦良, 本來是個梁家女子, 只因世事被人拐賣, 賣了去妓院, 都長大了, 龜婆就逼她當槍, 錦良死也不肯, 後來本地蔣太秀的兒子依仗權勢用銀兩賣了她回來, 要錦良做妾士, 錦良怎樣都不肯, 偷走出來, 現在蔣太秀的兒子找人到處追她, 錦良走投無路, 故事走進鄭四去求救, 那個鄭四本來開門打算救人, 怎知在燈光下, 見到這個女子衣服十分美貌, 頭上戴著金猜珠寶, 真是財色動人心, 那鄭四就想奸淫這個女子, 錦良不肯,要大聲喊, 那鄭四驚起來就拿豬肉刀來嚇她, 怎知亡亂中將她的人頭過得下來, 鄭四心慌, 快點把屍首埋在後院, 哈, 一字手忙腳亂, 靖良的人頭不記得, 鄭四就剛剛把女子頭上的金猜珠寶脫下來, 忽然間, 就聽到有人敲門要買豬頭, 鄭四就快點吹熄一盞燈, 拿一塊步槍人頭包起, 打出一陣子在後面, 埋了她, 後面她在門縫上裝出去, 見到是韓帥龍來的, 她是弟弟哥來的, 又怕不賣給她, 引起人懷疑, 所以匆匆忙忙就砍了豬頭給她, 怎知韓帥龍沒有帶東西來裝, 鄭四就剛剛殺了人, 已經放到陸神無主了, 明明是用布包好的豬頭來交給韓帥龍, 偏偏就拿錯了, 把人頭給了她, 等到韓帥龍走了才發光, 鄭四就心想, 死呀死呀, 如果被韓帥龍回去打過來看人頭, 那就穿了布, 後面又想到, 韓帥龍如果見到人頭, 一定不敢出聲的, 出聲會招惹官司的嘛, 她肯定是偷偷地拿去扔掉她的, 唉呀, 就算萬一事發, 無憑無懼, 我一口咬還是不知道就算了, 就是這樣, 這個鄭四, 本來有心救人, 只因一念之差, 變成謀財劫色, 殺人滅屍, 嫁罪無辜, 犯下滔天大罪。 包公審完就吩咐叫鄭四劃押, 然後就混混入監倉, 現在, 豬頭變人頭的案子已經查清, 包公想到, 小偷還未提審, 不如先審他, 了結此案, 立即吩咐提犯人上堂, 包公問, 你叫什麼名字? 小人叫葉添, 清官大老爺, 小人家中有八十歲的老母親要奉養, 只因家貧無法來生, 才迫於無奈去偷東西, 老爺, 這次我第一次偷, 第一次偷, 大老爺, 你開恩放過我條生路, 小人以後一定改過自身, 不敢了, 包公忙一眼, 要葉添, 蛇頭屎眼, 油嘴滑舌, 問他一句, 他已經答了十幾句, 厚厚聲聲說, 第一次偷, 這種人分明是慣偷來的, 還要在耍弄口舌, 哼哼, 要狠狠教訓啊, 他遇到, 包公人一拍經堂目, 房屎, 公堂之上, 豈容你胡言, 本國問你, 你到底偷了多少次, 你如實招來, 本國的松轻發落, 你再在搞變莫乖, 彭下無情, 大老爺, 小人就開第一次鬥, 如果不老實, 天知地面, 包公就火了, 人來你, 拉出去打二十大板, 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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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 你真是做不收口的, 趴在地上, 暗暗沉沉沉, 在身上, 哎呀, 我真是當睡啊, 上次遇到正, 今次又遇到正呢, 怎知包公是個細心之人, 一聽到葉天這樣說, 哦, 上次遇到正, 今次遇到正, 嗯, 嗯, 包公就問, 葉天, 你這次遇到正的女師, 上次你遇到什麼, 啊, 大人, 沒有啊, 我, 嗯, 你還想搞賴, 你還未打得夠, 人來, 再打五十大板, 哇, 二十大板已經打到不懂得動了, 再打五十大板得了, 那個葉天就在喊, 大哥, 我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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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了, 我講了, 我公都來了, 自印白家寶, 有個圓外叫白孔, 那天叫做生日, 小人去幫手打假, 說, 找幾個錢花一下, 怎知白家的管家叫做白鞍, 他又為人尖鮮黑駁, 只有給一碗飯吃, 上一分錢都不給, 小人生氣起來想害他, 那天晚上就摸進他家裡, 哦, 你剛才說是第一次偷東西, 那這次是第二次了, 大老爺, 不是呀, 不是呀, 去白鞍家第一次了, 那你偷了什麼? 白家我出入過很多次了, 本來認得路, 爬場進去, 我就摸進東邊雙房, 小人知道東邊雙房不是白熊的妾士, 玉瑞住的, 那個玉瑞是最得寵的妾士來的, 他的房裡一定很多東西, 所以小人就上來那裡偷東西, 誰知道進到房裡, 那外面有人走進來, 小人躲起來裝的, 原來是個管家白鞍, 還有玉瑞兩個人私通, 小人讓他們睡著了, 叫開大貴, 摸到一個木盒很沉重的, 小人以為偷到貴重物品, 豬寶黃金, 這回發財, 今天就快點走回家, 那個木盒也有鎖鎖, 小人打開鎖來看, 怎知道裡面, 裡面是個人頭, 這回偷東西, 就遇到一個毛頭女絲, 上回遇到一個人頭, 故事小人剛才說, 上次遇到正, 這次又遇到正, 小人確實沒有殺過人的, 沒有殺過人的, 嗯, 木盒你給人頭, 是男還是女? 是男的, 那你將人頭怎麼處置? 大人,我丟了, 丟了? 你丟到哪裡? 我丟到村口那個幽鳳, 為什麼丟到幽鳳, 那個幽鳳是誰? 那個幽鳳是孤寒鬼, 什麼? 人家的孤寒, 關什麼事? 你要丟一個人頭進他家裡? 這樣的, 大老爺, 那個幽鳳呢, 跟我同一條村, 這個人是最孤寒的了, 那一次, 我去他家裡, 偷了沒有多少東西, 偷了幾十根矮瓜, 誰知被幽鳳捉到, 噢, 你又去偷矮瓜? 那就是第三次了, 不是啊, 大老爺, 偷矮瓜第一次了, 越兜越大膽了, 啊, 你說下去, 只因為那個幽鳳狠狠心捉到我, 他用麻繩浸水, 將我打了身, 才放出來, 我懷恨在心, 所以將人頭劈進他家裡而已, 包公聽完, 就吩咐將葉簽收押入監, 派四名牙翼去傳白安, 派兩名牙翼去傳休鳳, 到第二天, 包公稱堂, 先傳主管白安上堂, 只見白安依著華麗, 楊子山十分端正, 純紅齒白,乃是個美貌少年, 包公就問, 你就是白紅的管家, 是嗎? 小人正視, 你主人白紅對你怎樣? 主人對待小人情同骨肉, 恩同再造, 包公一拍京堂木, 好一個亂倫狗奴才, 你既然說主人對你這麼好, 為何你居於和他事歇通? 沒有呀,沒有呀, 大人, 小人素來奉公守法, 並無此事, 包公就吩咐, 大葉天上堂。 葉天來到又對白安說, 哎呀, 靚仔, 別太悶了, 我走就對大人說清楚了, 那晚我看著你們兩個睡在床上, 我後來在大貴裡偷了個木盒, 怎知裡面裝了一個人頭呢, 這真是你兩主伏的事, 不關我事的。 葉天一番說話嚇到白安傻了, 爆公跟著就追問, 這個人頭是什麼人? 你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 那白安就只好一一公出, 葉天偷走的人頭呢, 那是他家主人白鴻表弟李克明的。 那白鴻還沒發達的時候, 曾經借表弟李克明五百兩白銀, 後來白鴻發達, 就有心賴賬, 一味不肯還錢。 那天, 表弟李克明來白家, 一來親戚上頭來探望表哥, 二來是要追回五百兩銀。 那天晚上, 白鴻就請李克明吃飯, 怎知道李克明喝酒喝了一波就醉了, 就說他一半路就遇到一個癲和尚, 叫做陶賢宮。 那個癲和尚就交了一個尤仙枕給他, 叫他順路, 帶他交給一個星主。 白鴻就問他表弟, 這個尤仙枕有什麼這麼稀奇呢? 李克明就說, 這個尤仙枕很神化的。 你枕著他來睡覺, 就可以發夢夢見奇花、二草、亭台流角、十分露妙的。 那些白鴻就很貪心, 想拿走一個尤仙枕, 又想省錢五百兩銀不用還, 他居然將表弟殺了, 就吩咐管家白鴻, 將屍體迷藏在堆放雜物那間爛屋底下。 那為什麼又會剩下人頭, 藏在大櫃那裏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婚解了。